亲爱的中国朋友们,我是亚美尼亚中国欧亚战略研究中心中任,明华萨哈蒋博士。 我曾就读有南京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 这段经历让我深耕,由中国紧紧想两人和来自这个美丽国度的好消息都会让我欣喜不宜。 今年二月,中国政策双部通过建连来的努力,能从平均人口全部成功脱贫。 开流到中国大流十四一人口正背景,这一脱贫计划的成功是十四个伟大的成就。 这意味着中国在这一国家安全问题上的战略应对富有成功,并对其他面临贫困问题的国家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今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纪迹,中国依然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由中国人民成功实现了这个伟大的目标。 请允许我以中国欧党战略应对中心旧人的身份向你们表示有种的组合。 。 。 。